今天我们用马齿馅来做好吃的 最近真的是爱上了这种野菜 万物都是阴机来生长 马齿馅的功效就是能够清热解毒 所以在夏天可以适当的稍微多吃一点 今天来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我们先将马齿馅给摘洗干净 控干水分 然后再准备一点大蒜给拍一下 拍好的大蒜切成末 放进小碗里面 再碗里面加入一点食盐 蚝油 生抽 白醋 不喜欢吃酸的也可以不用加 然后再加一点鸡精和白糖 锅里烧开水 水开之后加入食盐 下入马齿馅 煮两到三分钟左右 将煮好的马齿馅给捞出 不用过凉水 直接放在大碗里面 用筷子给它抖一下去掉里面的热气 然后再烧一点热油 将调料给泼一下 这样可以积出里面的香味 然后再准备一点芝麻酱 这个是自己做的 就不用清水来调了 然后加入到调料里面 给它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再将搅好的调料 淋到马齿馅里面 再加上一点花生米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搅拌匀 搅拌匀之后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菜 做法非常的快速 食材也是非常的便宜简单 地里有的话自己去拔 没有的话也是两块钱可以做一大盘 夏天的餐桌 来上一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感兴趣的朋友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 拜拜